好,那待會的話,我會跟各位說一下這門課大概一個重點 所以十次上課,我大概原則上規劃有這些 所以前面今天的部分,實際上就是要完成第一件事 就是建置Python的開發環境 然後做一些簡單的程式測試 所以今天的大概進度 不過如果今天進度快一點的話 甚至還可以再上第二次的 有沒有,然後後面的東西就可以多一點 因為我發現今天的問卷結果 大家好像對後面的課程需求比較有興趣 所以我們可以多一點時間把它放到後面來講 再來的話,第一個,當然我們環境弄好了 第二個就開始寫程式 可是程式要哪些是最重要的? 跟各位講,第一個你一定要了解什麼叫變數 OK,變數其實簡單講起來 白話意思是這個會變得 也就是說它這個地方主要是放在記憶體裡面的一個空間 它裡面可以不斷在改變裡面的資料內容 OK,它可以是改變,可以改變 那至於說這個變數它有一個所謂的資料型態 這個型態部分的話 可能這個變數裡面應該是放什麼? 放數字呢?還是放文字呢? 甚至是放個串列,一串的資料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給一些規範 那後面會講,我們會先講一下 怎麼去產生一個變數 然後呢,針對這個變數做一些簡單的計算 裡面可以加減乘除,最簡單的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會做一些後面的基本語法說明 哪些最重要的,比如你要寫一個程式 那哪些的基本的語法 還有一些規範,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個規範一定要非常非常重要 一點點都不能出錯 那你要不能出錯的話 第一個你要先記 第二個還要熟練 以後的話千萬不要發生錯誤 那可是問題啦 是真的,你要叫人家寫程式完全不出錯 那太困難了 所以如果出錯好了 其實那個python 它會告訴你哪裡出錯 不過它告訴你的方式 蠻奇怪的 就是雖然它敘述是用英文的 那英文很奇怪的英文 就是很那種工程師的敘述 那是一部邏輯吧 它雖然你看起來好像都懂 但其實它非常簡略 有點像工程師回答你問題的那個 你回答它一串 它回答 嗯 反正就是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反正就是那個style 你會覺得 所以你慢慢習慣之後 你就 哦,原來它那個敘述是什麼意思 你也比較 馬上可以,哦,原來錯在哪裡 馬上可以知道 就是那個bug 你把它解掉 那這個程式就ok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有這個素養的話 你會比較能夠知道 哦,原來工程師到底在想什麼 因為有些工程師真的不算延遲 不太會講話對不對 但很會寫程式是真的 OK,那為什麼會這樣? 它的思考邏輯到底怎麼樣 OK 所以也就是你知道它是這樣想 那以後你跟它溝通的時候 你也比較會有一點點 什麼頻率對的 哦,就ok了 所以有的時候你跟 我們溝通沒有問題 我說跟工程師溝通 那跟一般溝通沒問題是最好的 所以你就可以當一個喬人家 也就是說 你懂了這個邏輯 以後不見得你要自己寫程式 你可以叫人家幫你寫啊 但是叫人家幫你寫啊 你還要能夠說得出來 我發現很多人請到方法 你要寫什麼 然後開始天花亂講一堆 我跟你講很多公司都沒辦法接受 因為你這樣的邏輯 對它來說 簡直是天方夜譚 它開始第一件 它會先幫你把它做 它的那個邏輯分析 也就是會把它改成電腦的程式邏輯 所以系統分析部分 它有一套啦 所以如果你比較懂的話 你跟它溝通相對比較沒問題 那這個應該就是所謂的 以前叫做 資訊素養 有沒有 最早要計算 那現在網路素養 那可能 未來是智慧型裝置素養 可能再來就 什麼 AI的素養 有沒有 所以以後你要了解 什麼叫AI 你才有辦法跟人家溝通 AI這東西 TRAGVT 到底我以後怎麼應用 大家都 一聽到TRAGVT 應該都知道吧 這TRAGVT 簡直是 太恐怖的 成功的一個 一個服務 沒有一個服務 可以這麼快就 串紅 一下子 兩個月的期間 註冊人數破億 簡直沒有一個服務 這麼成功過 那為什麼背後會這樣子 有點像是 比病毒還更可怕的一種滲透 到底它這個東西 為什麼這麼成功 可想而知大家有需求 好啦 那這個後面其實甚至 TRAGVT 可不可以幫你寫程式 可以喔 很多Python程式你不會寫 你可以 請幫我寫一個 什麼 什麼什麼的Python程式 Enter 你會發現它就開放你寫了 而且寫出來還是OK的 只是說 它可能大概達到你80%的要求 剩下的 你可以自己改 比如你 請幫我寫一個 就是 計算BMI的Python程式 Enter 它就開始寫了 然後它會思考 它會在那邊停頓一下 先一個變數 然後輸入 輸入什麼 輸入身高 輸入體重 然後 出來 可不可以run 可以run 對不對 所以以後你不會寫什麼 沒關係 說真的 TRAGVT 問它一下 它就會有一些答案了 所以最近我發現 有一些作者還蠻厲害 它馬上跟風的 像TRAGVT還出來沒多久 馬上就有相關書籍出來 而且馬上就進入排行榜 OK 而且我認識那個作者 我覺得這樣還蠻厲害的 它就是 利用TRAGVT幫你寫Python跟Excel的程式 OK 進入排行榜 那個作者叫陳慧安 不知道各位 知道是 如果你有買相關書籍 應該都知道 很厲害 很會跟 而且像一些 作者 真的 馬上可以隨機應變 這些其實也可以 將來我想如果有時間 我們可以補充一下 不會 其實 它可以 TRAGVT 本身背後的金主就是微軟 微軟因為把 有一個很大的程式資料 叫Github 買下來 所以它把Github 東西通通都丟進去了 所以為什麼它可以自動萬力寫成 因為它背後有很大的一個程式資料庫 而且寫的喔 還水準蠻高 那不只是可以寫Python 寫VBA都可以 所以我也請幫我寫一個 計算BMI的VBA程式 Enter 真的跑出來就VBA程式 可以run 可以run 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真的是 超過我能夠預期的 所以這個東西 才剛推出就這麼厲害了 哇 那更不要說未來 因為它會不斷 AI其實有個特性 就是 它會修正 OK 所以以後你要寫一個 會修正的程式喔 哇 那不得了 這個服務喔 真的馬上被火紅到不行 那跟以前 你說 以前CV也會回答 CV也會回答 可是CV你回答 你問這個問題 他還是回答一樣的問題 對不對 錯還是繼續錯 它不會修正 可是你會發現 你問他第一次 的答案 跟第二次答案 居然完全不一樣 你問他第三次 又不一樣 每次都不一樣 OK 而且喔 如果你不滿意喔 你繼續問他 他會繼續 繼續思考 繼續撈資料 顯現喔 他背後也不斷在學習 所以這個東西 有個重點啊 就背後就是像Python 其實可以做到像機器學習 跟所謂的深度學習 模仿人的思考方式 再繼續撈資料 OK 所以這個當然 只是初步就已經這麼厲害了 未來當然很可怕 那他背後怎麼做的 基本上 也是程式啦 那只是說他加上AI 具備有修正的功能 所以後面我們會一步一步 那前面講 就是基本語法 再來結構空 所以今天也許 第一跟第二也許會先講吧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回圈敘述 回圈的話呢 其實重點就是擺在喔 如果你有很多事要重複做 我剛剛講 人最討厭的 但是那個數量非常龐大 你就一定要想到 你用程式寫個回圈 他就全部幫你處理完畢了 比如說你現在 那假設你有一個100個page的網頁 你要每天Ctrl-C,Ctrl-V,Ctrl-C,Ctrl-V 那如果你假設用Python來做的話 那其實第一個 你先連到那個網頁有沒有 然後第二個把你第一個page抓下來 有沒有 抓下來之後放在 你要放的像資料庫也好 檔案也好 或Excel也可以 然後再讓他跳到下一個page 再把第二頁抓下來 第三頁抓下來 最後就幫你存檔 那以前你要每天都Ctrl-C,Ctrl-V 但是如果你寫完一個回圈的話 加上爬蟲 那這件事情呢 突然間變簡單 而且不到一秒鐘事情搞定了 那更不要說後面呢 你還可以再畫圖 視覺畫呈現 比如說你要把報表做出來 你要把圖表畫出來 那就可以順便把程式寫完 那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程式的素養跟以前人工的作業 最大的差別 第一個 效率截然不同 這已經不能夠用幾倍來去換算了 那已經 因為你會把一秒鐘就完成了 OK 不到一秒鐘 可是人工作業 可能有些甚至每天都要做一個早上 一個下午或一整天 欸 那 可是問題是 你要把程式寫出來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呢 當然 最好是說你每個程式都能夠 這個 可以把它按照你的想像 去 那其他的話 還有一些進階的部分 其實大家 那我上次小時候其實我會希望多一些東西 那這個後續 如果有時間 我們再多講 可以再抓更多的東西 甚至其實 我們這個課程 背後呢 甚至可以衍生出一些 你可以假設要考證照 其實也有Python相關證照 也有爬床相關的證照 其實也有 OK 後面如果有機會 再跟各位介紹吧 甚至現在還有所謂的AI的證照 OK 那如果你假設學完之後 又能夠拿到證照 那當然是 錦上添花的 至少證明說你是OK的 那以後的話 變成你就多一個專業了 那你如果假設你 本身的專業 可能你是金融背景 那加上AI的專業 那這簡直是如虎添翼了 對 而且現在非常缺這樣的人才 就有金融背景 對 又能夠有AI的程式設計能力的 或者AI的那個思維能力的話 哇 這簡直是 有沒有 自所可熱的 OK 那再來後面的話 我大概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那 我會上這個課 主要原因最早 我是自己寫了很多部落格文 然後上課我習慣會錄影下來 所以網路上其實蠻多東西 要找到我的東西其實還蠻容易的 你Google無老師啦 Google Excel VBA教學啦 甚至找一些Python相關的影片 其實也會容易找到我的東西 OK 那我在志強其實上課還蠻久的 至少超過應該 超過十來年了吧 OK 那最早我是教那個Excel 好像最早我記得是教VBA吧 OK 然後後來因為Python有需求 所以也接著開Python的課程 然後 目前它兩者其實都有教啦 只是說你說哪一個比較好 其實我說這樣 一個是後期之秀 一個是資深老將 我想因為Excel已經32歲了 那Python大概應該十幾歲而已吧 OK 而且它熱門的這一段時間 大概也才應該這五六年吧 所以你說哪一個是比較 而且數學不一樣 Excel的話 它是一個視覺化工具 你用滑鼠鍵盤吧 不會寫 只是也可以帶一些公式結果出來 但是Python不行 Python它沒有一個像Excel的這樣的環境 所以其實最好的方法是可以結長補短 有沒有 兩個都會最好嘛 也就哪個強項你用哪一個嘛 對不對 結長 那當然相對的就會得到你要的結果出來 因為剛好我就是兩者其實都有涉獵 而且都有開滿倉的課程 像VBA的話我也交了二十來年了 OK 我覺得Excel VBA這個東西真的還蠻妙的 它已經出來很久了喔 但是一直都有需求 OK 像Excel好了 Excel出來了很久了 你說它很好用嗎 好像也 好像還是有點缺點 但是你說它難用嗎 好像沒有Excel 很多你會換別的工具你可能不是習慣 對不對 OK 而且更妙的一點就是說 Excel它要花錢買 像現在Microsoft 365它每年都要訂閱 就要花錢 那其他有很多免費的 像LibreOffice OpenOffice 可是你知道嗎 要錢的跟不要錢的 市占率你知道嗎 Microsoft350在台灣 市占率百分之九十五 不要錢的還不到五% 很妙了耶 不要錢的沒有人用 要錢的大家搶著用 其實有一段時間很多大企業 想推那個自由軟體 但最後成效非常差 因為所有員工 辦事人員 光看到不是那個什麼 微軟的 Office 這什麼東西啊 好你用到最後卡住了 不會用 對不對 OK 列印的都列印 表格亂七八糟了 已經出來奇怪 報表不能看 好啦 算了 因為公司也不是每天都需要 不然你要找一個資訊人員 每天都要解決user的問題 那你要找一個人 那好像不划算 乾脆你買這個微軟的Office 好像這個問題要解決了 所以好像就這樣子 OK 好 那為什麼要學Python 其實有個重點 為什麼要學程式也是一樣 那你說Python會存活多久 也不知道 OK 像前一代比較熱門像Java 它出來也蠻長 但後來Java其實也不能說不紅 它又下去一下下 但是現在好像又串起來一點點 這很難說 不過我覺得啦 未來以大多數人學習的角度來看 應該 你如果程式太複雜 大家學一定會意願不高 所以未來的程式語言 應該會朝越來越簡單的趨勢 但是你即便越來越簡單 但是基本的邏輯概念都一樣 哪怕是堆積木有沒有 你還是要有那個邏輯啊 回圈 很多人不知道什麼叫回圈 回圈還有分成固定數量 固定範圍跟不固定範圍的 那你不會用 你還是不知道應該拉哪個出來 OK 那未來能夠銜接的 當然我自己想出來 大概就ABCDEF啦 其實這個都很 應該大家都不陌生嘛 像AI嘛 像B就Big Data 有沒有 像C的話就Cloud 這三個很多都是串在一起的 他不是單獨使用 他是全部串在一起 資料都放Cloud 然後產生一個Big Data 然後用AI去處理 有沒有 然後現在很多是 影像辨識、3D辨識有沒有 像人臉辨識已經不用講了 車牌辨識也不用講了 反正一堆辨識 那辨識完之後自動幫你分類分群 其實這也 像工廠很多也都是 無人工廠也都是類似這樣 他只要有鏡頭 他就根本不需要作業員了嘛 用機器就可以全部代替一切了 OK 那電動車根本不用講 有沒有 現在還在講 到底是 本來是台灣是2035年 要全部禁止販售燃郵車 但是後來好像說不行 因為如果2035太近了 這樣很多汽車業者跟機車業者 根本沒辦法準備好 所以好像延後了10年 OK 那未來其實也是趨勢 電動車 OK 好啦 反正是趨勢 那Fintech更不用講 現在數位金融已經變成一個趨勢 OK 那其他的話大概 那 我的簡歷 我剛剛提到 如果你Google無老師教學 應該第一個就是我的 我的部落格上面有一堆 之前滿奇與比根的 那我的YouTube上面的話 目前訂閱人數 應該是3.9 39K了 OK 那其實我不只一個頻道 另外還有一個頻道 也是應該破萬了 OK 然後其他的話我有創業經驗 那我本身最早也是擔任城市設計師 大概資歷也接近30年了 那其他的話就是在學校 在推廣中心 還有在業界 擔任這種相關的課程的 這個講師 OK 那我自己本身的話呢 也拿一些獎項 這個大家秀一下 我們之前有頒過 然後文化也頒給我過 那我的證照的話 也超過30張 那其中最近拿到的 像Power BI 像Python相關證照 OK 反正這東西其實就 請上天花 OK 你說沒有沒關係 對啊 有沒有沒關係 反正就是一個Fu 我就是有 有點像一個勳章 你勳章多一點 感覺總是好 你說這有沒有重要 就跟你文憑一樣 你的學歷不是也是一張紙 厚一點的A4紙 對不對 OK 那證照也是一樣 只是說有人幫你背書 OK 那學校是校長跟院長 幫你簽名蓋章 那證照的話呢 就是第三方公正單位 幫你簽名蓋章 OK 所以如果有 但有的時候老實說 你說你會 那你怎麼證明 很難耶 很難耶 OK 導播你搞個證照 其實也是一種證明方式 那再來的話 Python 其實 它 跟之前比較熱門的 程式語言最大的差異 就是 真的比較簡單 明確 真的 本來Java寫一大堆程式 現在真的寫很少 不過如果你們前面沒寫過 你就反正知道就好了 OK 那如果將來如果有一個語言 比Python更簡單的話 會不會被取代 其實滿有可能的 OK 所以未來哪一個語言會更簡單 你目前也不知道 好像有個夠語言 好像滿簡單的 但是會不會有比夠語言更簡單的 也有可能 所以 嗯 你學了這個東西之後 反正就是 至少有個概念 然後 理論上 Python應該還會 火紅個 五到十年應該還至少 不太可能會被取代吧 因為目前應該 要被取代 其實也不太 不太容易的 那這個 程式語言排名部分的話 目前看起來 2016年它大概排第五 可是 以前2016年的時候 Java是排第一的 可是呢 你會發現 這幾年 2021的時候 目前排名 Python已經排到第一了 然後第二是C語言 第三是Java 第四是C++ 那第五的話是C Sharp C Sharp是微軟的 OK 然後第六的話是Visual Basic 其實跟VBA有點類似 的一個語言 OK 那第七的話 就是JavaScript 那第八就是Seql 那其中的話 老牌的 其實像Seql跟PHP 底下這幾個 這個都已經存在了N年了 像Seql這個已經 資料庫的語言 所以有時候 如果假設 你要學一個語言 還要考慮要一點 盡量不要 很快就被太換掉 那你學就重來了 那PHP其實也還蠻久的 其他這個C語言更不用講了 C++ 然後C Sharp 這個應該還蠻老 Python目前是第一名 這2021 2023 2023我看一下 2023是最近的 Python也是第一名 第二名還是C 可是呢 Java又往上一名了 它又變成第三名 Java好像 有後來又死灰富然的感覺 OK 不過不管 OK 反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了解 然後C++ C Sharp 這些都差不多 那底下第十名多一個 叫什麼 go go的語言 其實說這樣 你會Python 你再去看go 其實大體上都差不多 所以你會一個語言 再會下一個語言 其實很多是雷同的 你大概學習不會太久 所以會寫Java的人 再寫Python 很快就會了 大部分都一樣 反而更簡單 好像我 那個 重新適應Python 說真的沒有多少時間 大概不到一天吧 我已經大概就差不多 然後甚至我有一些範例是從Java 把它轉 轉成Python的範例 東西都一樣嘛 OK 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接著就是來看 有關開發環境 跟這個 城市的測試 OK 那第一步的話 剛剛有講了 就是下載那個 懶人包部分 那其實這邊 要跟各位講到有關就是 開發環境真的是 滿重要的 因為如果假設你要去設定很多東西 真的很麻煩 像如果你要寫Java好了 哇 你剛剛要去下載一堆東西 還要設定一些環境變數 真的很麻煩 那你說到底VBA有什麼優勢 我跟各位 VBA 它的優勢喔 為什麼它活這麼久 32 32歲還在喔 主要第一個喔 主要第一個喔 你會發現 如果你打開那個Excel 它其實就已經內建了 老師 我們這邊一次有嗎 這Microsoft M開頭的 在這裡 Microsoft 在這裡 對比一下 你說老師 那我要寫VBA怎麼寫 這邊有開發人員 VBA 頂開 那怎麼寫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就可以開始寫了 OK 所以 我是覺得啦 像為什麼我還滿喜歡寫這個 寫VBA的 主要原因是喔 根本不用安裝任何軟體 你說老師 那可是Excel也是一個軟體啊 對 沒錯 但是如果那一台電腦沒有裝Excel 你會覺得它是一台電腦嗎 對喔 OK 之前有同意說 是用User 欸 這上面沒有Excel 那怎麼用 沒有Excel你不能用別的喔 不會 對喔 OK 好啦 反正就一定會有的對了 OK 那有的話呢 你就直接打開不就可以寫程式了 基本上啦 其實你想得到的功能 應該都做得到啦 OK 那其實 這個程式 背後代表的意思就是說自動化啦 你要把所有動作 哪怕你一整天的事情 通通都把它變成 一個案件完成 絕對通通都OK的 那只是說你要怎麼樣把它轉移 變成程式這件事情 就是你要學習 要學習的 OK 如果你學習得了的話 哇 那簡直不得了 其實你很多輸入的人 都可能慢慢 不需要了 我覺得 所以要是 我是Leader的話 我可能會想說 我們招聘人員 第一個 先有程式Background 為優先 第二個 慢慢把目前的大家的工作流程 轉換成程式流程 也就是說 你每天工作就是 看別人在做什麼 你把他所有動作 全部變成程式 就是你的工作 那這樣慢慢 全部人通通把所有工作都變成程式了 對 那其他人就不需要了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說 每天都在做一些 真的沒有太有必要的動作 而且每天都重複做 那我找一個會寫程式很久 寫完之後 你的工作就在 就不用重複做了 OK 那 說真的第一個 提高效率 哇 這個簡直是爆炸性提高 為什麼 因為每次我要得到一個報表 我還要等好幾天 對不對 才有東西出來 那如果我寫完程式 我一樣 就有了 對不對 多好 效率 去暴增 對不對 第二個 人不用錢那麼多了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 整個 對不對 人的 現在最貴嘛 就省下來了 哇 那這個公司怎麼會沒有競爭力 馬上這個公司競爭力就暴增了 OK 好啦 那後續還有很多衍生 你們可以自己來思考 所以我主要 比較一下 這個地方 其實另外順便講一下 其實VBA 我覺得它優點 第一個 直接開這個就OK了 第二個是說 你不會寫的程式 它有個功能 叫做錄製聚集 什麼叫錄製聚集 就是說 你不會寫的動作 程式有沒有 你可以用滑鼠鍵盤做完 它會自己幫你寫出來 告訴你怎麼寫 OK 這個東西啦 Python也沒有 Python沒有 它沒辦法幫你 做完動作 程式自己寫出來 所以 Python如果要自己產生程式的話 那可能需要用到 ChargVT吧 OK 所以 這也許自己 後續 我們再跟各位提 所以 第一個 兩者之間的查疑 這邊我稍微提一下 那 今天的話 第一個 那我們當然 先 直接來看 那個Python 下載這個懶人報 所以我剛剛已經把 Python384 解壓 就是放在 這個 C疊底下 那我把剛剛 原來的 那個環境 delete掉了 好了 重來 那如果假設 你們沒有D疊 只有C疊 所以第一個 沒有C疊的話 該怎麼 沒有D疊 所以 下載到這邊 解壓說 按右鍵有沒有 那記得解壓說 致詞 你不要解壓說 到 因為如果解壓說 到的話 它又會多一個目錄 OK 所以我先把它解出來 好了 那請各位也許先 解壓說到 解壓說致詞 就可以 解出來之後 它就可以 直接去開Spider 但是我預設的 路徑是 D冒號斜線 所以如果你放在 C疊 會跳出一個 錯誤訊息 那個錯誤訊息 必須要修正 如何修正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講 先試試看 然後我們也先 下課休息十分鐘 待會再來看 有關這個環境的設置 跟那個 測試程式部分 就知道 你要不要 解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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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